這樣OK 然後這個頂點叫做誰 這個頂點叫負6到點0 這個叫長軸 你懂嗎 這個叫長軸 長軸的長度是2A 所以這個橢圓 它的長軸長是多少 是12 這樣了解 然後它的短軸是這裡 短軸的這個頂點 這個是0多少 這個是04 OK 然後這個是0多少 0負4 這樣了解嗎 所以它長軸是12 長軸的長度是12 短軸的長度是多少 短軸的長度是2B 叫做8 好那現在我要把這個橢圓畫上去 所以我們現在來畫這個 對不起 我要畫這個圓 這個圓的圓心在哪裡 這個圓的圓心在0 它的半徑是多少 它的半徑是更號20 這個半徑是更號20 這樣講好了 來 來 導演你看我這邊 導演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是20 這個也是 這個是更號20 對不對 這個也是更號20 導演你知道這個C代表什麼嗎 這是你的中心啊 更號20大概是多少 更號20的話 我想想看喔 他題目給的數據 他題目給的數據 更號20比這個4還要來的大對不對 然後比6還要來的小 更號20 所以他的兩個焦點 來 一個在哪裡 一個在這裡 抓一個大概 一個在這裡 比4來的大 一個在哪裡 一個在這裡 然後這兩個焦點 一個叫做A 一個叫做B 來這個叫做A 這個叫做B 同學 橢圓有兩個焦點 這樣可以嗎 橢圓有兩個焦點 行不行啊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樣可以齁 對吧 更號20 更號16是4 所以更號20比4大一點點 然後比6小 OK 好 所以現在我要畫圖囉 來 同學你拍這邊 現在我要畫這個圓 這個圓的圓其實是多少 是00對不對 半徑就是更號20 所以這個圓應該是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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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個圓畫出來應該是這樣 喔 雪 來 這樣 對不對 應該是這種感覺吧 這樣行不行啊 來我畫一下 我覺得發覺不太像這個圓 還好 來 你把這個圓畫出來 來 快點快點 好吧 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Fu了 這樣可以嗎 這樣行不行 OK 然後這個題目說 這個圓呢 跟這個圓有四個焦點 其中一個焦點是P 隨便 來找這個點 當作P點好了 來這個是我們的P點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找這個點當P點 然後這個題目問什麼 這個題目問你說 呃 則PAB的面積是多少 來 PAB 喔 這個把它領起來 離點在這裡 三角形PAB 這一個三角形 OK 問你這個三角形的秘跡是多少 好不好 欸我等你喔 你先畫圖 欸同學這一題要怎麼算 這一個三角形的秘跡要怎麼算 欸我想喔 同學我跟你說 你在這裡應該會先看到一個東西喔 同學這個角是一個什麼角 這是一個直角對不對 為什麼這是直角 因為這是一個圓啊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圓的什麼近 這是圓的直徑嘛 對吧 啊這個是圓周角對吧 所以這個對半圓嘛 所以這個角度是90度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本身是個直角三角形 你看得出來 啊這個直角三角形 如果我們要算他的面積 我不知道你會怎麼算 但是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假設這一段長度 這一段長度 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我就令他叫做X 這樣好不好 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是誰啊 所以我就令他叫X 然後這一段長度啊 這一段長度 我就令他叫做Y 所以我這個學後心裡面 我很明白喔 他的面積是誰 欸 我等一下不知道九面積嗎 我覺得面積就是底層高除二嘛 所以就是二分之一的X乘上Y 對不對 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這個題目就是要求X乘Y 只要我們把X乘Y算出來就可以了 或者說把XY算出來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子 底層高除二 好那我們要怎麼樣去算出X乘Y到底是多少呢 我希望你回歸到定義喔 來那個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同學椅圓上的點 來我問你喔 他要滿足定義喔 他的定義是什麼 他到焦點的距離PA加上PV 同學我問你會等於幾 欸 欸椅圓的定義啊 來我把它寫一下 椅圓的定義是什麼 椅圓上的點到兩焦點的距離和 這個PA線段的長度 再加上這個PV線段的長度 同學請問你應該會等於幾A 是不是應該會等於2A 同學你一定要注意他的定義 現在初題都是用定義去做齁 這個PA線段長度是誰 我令他叫做X 這個長度令他叫X 然後加上這個PV線段長度是誰 我令他叫做Y 然後會等於幾A 會等於2A 可是我知道我們A16阿 所以2A是多少 2A是12阿 同學你有沒有看到 S加Y等於12 我找到一個S跟Y的關係了 好棒阿 來你把它寫出來齁 S加Y的關係 OK 回彙到定義去思考 這樣好不好 欸 然後再來喔 請問你 這裡你還看到什麼東西 同學 這是個直角三角形喔 這個直角三角形 會讓你聯想到一個很簡單的定義 叫什麼定義 叫做B式定義阿 來 這個S平方加上Y的平方 來你看這邊喔 這個X的平方 加上Y的平方 一定會等於誰的平方 是不是斜邊的平方 阿這個斜邊的平方是多少 欸同學這個是C嘛 這個是C對不對 所以這段長度 兩個焦點之間的距離 稱為橢圓的什麼距 焦距嘛 這個是不是叫2C 所以它是不是應該會等於2C的 括號平方 這個就B式定義來的阿 對不對 這就B式定義嘛 S平方叫Y平方 是不是等於2C整個的平方 然後這個C是多少 這個C是根號20阿 C平方是20對不對 所以這裡是多少 這個是我看一下 4乘上C平方 所以這裡是80阿 哇 喔 好棒阿 來同學 S平方加Y平方等於80 對不對 阿你說老師那接下來要做什麼 接下來就簡單阿 接下來如果是我 我就會這樣做 來這裡是S加Y的平方 來這個我如果把它打開 它會等於S平方 加Y的平方 再加上兩倍的什麼 SY 對吧 用這個東西 然後請問你S加Y是多少 12 所以12的平方是100多少 144 會等於S平方加Y平方等於多少 80 再加上兩倍的SY 然後這個題目就結束了 所以這裡你就發現 兩倍的SY 會等於 144減80 這是多少 144減80 這64阿 OK 所以S乘Y是多少 1312 好啦 來這題結束囉 這一個題目不是要問1 2分之1的SY嗎 所以本題答案是多少 本題答案是16 這一個題目你應該要選第二個選項 來你把它寫上去 本題答案應選第二個選項 這樣可以嗎 好答案是16 它不會很難 我再強調一次 同學你只要掌握它的方程式 掌握它圖形的結構 然後回歸到定義去思考 一定要記得拋果裝都一樣 回歸到它基本定義去思考 好不好 全部都跟定義有關 好 這是我們今天講的第二題 辛苦了 好 來再來喔 可以問一下嗎 你們還有哪一課在上課 除了我之外 該不會沒有 全部都在自己 太狂了 好 沒關係 我們數學要堅持到最後一課 來我們來看第一題 這個第一題 我個人蠻喜歡的喔 但是我覺得很多同學不會做這個題目 來這個題目 我覺得可以給他三個贊 好 這個題目 因為我發現 尤其是文族的同學 這一題 特別不會做 他說有一個正式面題 所以你把正式面題四個字畫起來 什麼叫正式面題 它有四個面 而且它每個面都是一個正三角形 這你知道嗎 他說這個正式面題 AVC株 它的表面積叫做S 如果把它四個面的中心點 分別把它抓出來 叫做EFGH 它也會形成一個四面體 而它的表面積叫做T 那麼請問你 這個小的四面體 跟那個大的四面體 他們的表面積的比值 是多少 你懂嗎 他在問這個問題 表面積的比值 這個題目看起來簡單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會做 這個題目用到一個很簡單的觀念 你把這個觀念寫在旁邊 你寫一個KEY 來把這觀念寫在旁邊 這從國中就學過 來 相似圖形 來 你把它寫上去 來 相似圖形 他們的面積比 會等於什麼東西 欸這國中人學過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哼 如果你拿那個 哆啦A夢的那個放大縮小燈啊 對不對 把一個圖形把它等比例放大 或者等比例縮小 相似圖形的面積比 會等於什麼東西 國中就學過了 我跟你講這是國中一開始就已經有了概念 欸這個問誰呢 我來問陳欣姐好了 陳欣姐 相似圖形的面積比會等於什麼 沒錯 然後邊長平方比 或者我們講邊長比的平方 來 稍微寫上去 邊長比的平方 ok 這樣了解嗎 當然我現在沒有要證明他啦 這個證明大概從國中就開始接觸 然後高中 我們後來也用其他方式去講他的證明喔 那如果是遠的話就不是邊長比的平方 這個遠的話就是半性比的平方 因為遠的面積叫PiR平方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類似的概念 好 所以現在我給同學兩分鐘 你要不要做做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到底答案是多少呢 我建議你畫個圖然後去思考一下 想一下這一題要怎麼做 好 我給你一點時間啦 你想想看 好 想一下我看喔 好 好 好 啊 來 欸 有想法了嗎 來 周秋 我跟你講喔 我是這樣想的 來 收人靠這邊 可是你有看到這裡有個正式面題嗎 這樣可以嗎 然後他不是說 把它每個面的那個中點 不是 那個不是中點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做中心點 中心點EFGH 把它標出來 會形成一個新的式面題 他要問你表面積的比值 其實同學表面積的比值就是面積的比值嘛 因為那個表面積只是把它乘一次倍而已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他在問就是那個面積的比值 好 所以你知道這個題目 我想知道什麼東西嗎 我想知道這個EF比上這個V珠是幾比幾啊 對吧 面積比是邊長的平方比啊 所以我只要知道這個邊長比 再把它平方 答案就知道了 知道在講什麼嗎 這個V珠是指這個式面題的一個邊的長度嘛 這個EF就是它的那個取中心點的那個四邊形的某一個邊的長度嘛 我想知道這一段比這一段到底是幾比幾啊 對不對 那當然有些同學可能不容易看出來喔 所以我用這個方式講給你聽喔 我先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如果這個M跟N啊 分別是VC還有C2的重點 我可不可以先來引導同學做一個思考 嗯 來 那個